现在两三岁的这个孩子都知道 什么神仙呢鬼怪呀 他压根就不存在 那老谢口中的马王爷 他自然他也不存在 那么陶木比自己写字 那究竟隐藏了什么玄机呢 两年之后他就要上谈了 记者就决定啊 在这个上谈仪式上来找找线索 两天后记者呢和小孙呢 一大早他就来到了观音庙 那趁着开谈还要一段时间 那记者呢就和村民们就聊了些 不聊则已啊 医疗惊人啊 记者呢听说了一个更惊人的消息 上谈他不光能算命 还能治病救人呢 现场就有不少村民通过上谈治好了病 您听听 病才能好啊 可上谈你不提供打执吃药啊 那他是怎么给人治病的呢 记者刚想追问下去 钟声和鼓声却想了起来 是上谈仪式开始了 记者呢就决定先静观其变啊 看看上谈他到底是什么情况 还有啊 你说在场的村民 要么呢他是来算命的 要么呢他是来看病的 那这个老谢 他又会怎么通过上谈 给他们算命治病呢 用链子简单占补了几下 哎 老谢呢就拿来了沙盘和桃木笔 和另一位师傅就握着笔 他就在这个沙盘里面画了下 片刻的功夫呢 笔呢突然停住了 之后呢就自己写起了字来 即便是第二次看到这一幕 小孙呢还是看到木的古代 他就想自己来感受一下 桃木笔是怎么写字呢 即便小孙这么说了 记者呢对于桃木笔 是自己在写字 那还是半信半疑 他就质疑说了 说是不是另外一位师傅 在操作这桃木笔写字呢 没想到话音刚落 旁边的村民呢都激动了起来 说小丫头 你可别胡说啊 这要是得罪了马王爷 他降罪下来 那我们可都受不住啊 就连小孙呢都在一旁呢 帮忙就解释了起来 说师傅始先都不知道 他们要算什么东西 你要他写 他也写不出来什么呀 按村民们的话来说呢 他们要算命治病 那都只在心里面默默告诉马王爷 从来没和两位师傅说过 那两位师傅上谈的时候呢 却能够准确无误的说出 他们要算的东西 那只有一种可能 写字的是马王爷 两位师傅呢只是在传达 看这情形啊 你即便记者呢 还是怀疑桃木笔写字 他是两位师傅在操控 那要想他自己试验一下 那也就不可能 于是呢还在继续 那接下来的情形和小孙 第一次看到的呢 差不多 桃木笔写出一个名字 哎 师傅呢就把那人的叫上来 告诉他 这桃木笔呢写了声 很快上台仪式呢 那就要结束了 可记者呢还是一无好获